大家好,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皮肤科的游医生游医师 因为性皮肤炎它最明显的症状就是在点形的部位 它会反复的发生,像湿疹一样的皮肤变化 那这些点形的部位会跟着年龄的不同也不同 像小baby的时候就是在一岁以前可能是在四肢的身侧的地方 或是外侧的地方或是肚子,有一次在眼面 那等到二到五岁的时候就会换到膝盖窝啊,左窝 这个四肢屈侧的地方 那长大之后有的是转成手部啊 或是也是一样是眼睛啊,或是耳朵这些颜面的部位 我们是该怎么治疗,是吃药还是涂药 都可以,我们会看那个病程 有时候会一起合并治疗 那大部分比较轻症的是外用擦药膏就可以了 不过很重要就是不管你是轻度、中度、重度 一定要勤擦保湿剂 这个是所有世界各国的我们说一些治疗准则里面第一步骤 一定要为胶患者勤擦保湿剂去建立他的皮肤屏障 所以小朋友的时候就要开始保湿了 没有错哦 那医院性皮肤炎因为他们的皮肤屏障比较差 所以其实不建议用皂类传统含皂碱的产品 不管你今天是精油皂、手工皂或是母乳皂 他们其实皂化的反应跟成品都是类似的 这种做出来的我们说界面活性剂其实比较强 因为伤害它比较一些较贵的皮肤 所以一般反而建议使用一些温和一点 甚至合成的清洁剂会比较合适 所以有分成 我们说皂性它都是碱性的嘛 会不会说是因为是碱性所以不太适合 要用弱酸性的会比较适合吗? 其实PH值并不是唯一取决的重点 只是说它出来我们会说它的清洁度 以及它的温和度 其实是有一些量表可以去做测试的 各式各样的界面活性剂都有一个量表 那因为传统造化反应出来的造碱 那个界面活性剂我们一般是属于因粒子型的 那个界面活性剂偏强 就是不管用什么样的造化反应出来 只要加了NLH之后出来的都类似的东西 只是说后面加的游积长短不同 所以这个通常是 我们知道它用这种手工皂通常比较不会建议 对 所以所谓的天然的手工皂 其实没有那么的天然 很没有